Hi,大家好!今天要给大家分享的是如何把微信公众化的内容用GoodNotes或者Notability打开。 首先我们随意选择一个公众化的内容,然后点击右上角的更多。 在更多里面我们选择用Sufferate打开。 然后在右上角我们选择分享。 在最下端可以看到这边有用GoodNotes打开。 因为我本人只下载了GoodNotes,没有下载Notability。 所以说如果有Notability的同学也可以在这边选择用Notability打开。 点击之后它会出现一个选项。 我们选择打开。 选择做。 如果选择导入到当前文稿,会将微信公众化内容直接导入到现在的文稿的下方。 但是这次我们并不是关联的文稿。 所以我们选择作为新文稿导入。 然后可以选择导入到任何一个创作的文件夹里面。 然后我们可以看到这边我们已经成功的使用GoodNotes或者Notability打开了这个文稿。 当然有些图片它有的时候没有能够及时的缓存出来,会出现这种这种情况。 但是我们通常选择把文件导入到GoodNotes里面,往往是为了编辑它的内容以便学习。 可以编辑里面的内容,主要是将,所以说我们可以选择,我们可以自由自在编辑文稿里面的内容并且自己做一些注释什么的。 好,今天的介绍就到这里,谢谢大家收看。